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啦,那我們今晚討論的問題是叫做 變形理論和細菌論 那其實這個題目呢,可以這麼說呢 在整個醫學界是一個很有,會很大影響 也都會解釋到我們今時今日,醫療上出現的問題 是為什麼呢?是搞這麼久都未搞好 尤其是在我們那個西醫下的所謂科技醫療 其實為什麼用了這麼多錢,這麼多人力物力 但是對付疾病我們那個能力呢 其實好像都沒有什麼幫助到 除了我們在那個沙士期間,我們看到 香港那個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17%這樣,而相應其他國家呢 他們的死亡率是沒有香港那麼高的 那麼我們今晚呢,除了我們李永康 還有金永賢,我們常務的主持 那麼我們又很高興呢,又請回 朱企平先生,相信呢 朱企平的James G 大家都認識的了 那麼可能大家對他在我們說 我們曾經說的那些飛碟那些現象 還有那個免費能源那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他這方面他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本身也是一位工程師來的 美國的畢業的工程師來的 那麼但原來呢,James在那個 另類醫療或者自然醫療的那個領域呢 其實他都這麼當然來呢 都是有很多深入的研究 時不時他都給我一些資料看啊 那麼今晚呢,那些題目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James是提出的 那麼當然啦 在自然醫療的領域呢 這個題目呢 我們一直都有,過去都有討論的 那麼但是呢 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們都可能都未曾深深深深深入去講的 那麼或者我們請一下James做一做開場 就是為什麼我們 你認為呢 這個理論 就是那個變形理論呢 以及那個細菌理論呢 是這麼重要的 那麼或者先講一講呢 什麼何謂變形理論呢 英文叫做Pleomorphism 就是說呢 我們的細菌是可以說 是會視乎那個環境來改變的 那James 那James這次就不在香港 他是在深圳的 那麼我們都是用那個網上那個 那個新的科技啦 那麼這個科技呢 會令到我們呢 就在將來呢 我們很可能呢 可以跟台灣的那些朋友啊 甚至乎美國啊 外國很多這方面的資深的人士呢 是可以跟我們討論很多這方面 不同的問題的 那麼好了 那麼James 試一試吧 講給你聽 為什麼我們今天想講這件事 為什麼你認為這個題目 是我們香港人應該知道的 是 各位 各位 我可以大聲一點 因為我聽就聽得很弱的 那個音 如果可以調較高一點的話 我就聽得清楚一點 那我現在就 我聽得很真的 你很懂的 我聽得很真的 OK 你那個麥克風不知為什麼聲音很低 是嗎 我聽到一點點 是 如果他可以調一下 就調一下 那我為什麼今天選了這個題目呢 Pleomorphism vs Germ Theory呢 因為其實呢 我不是想講一個很學術性的東西 我是想講一些東西 其實跟香港人的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不過呢 我就想 我之前要講一個 那個基礎是什麼 是 原道醫療的基礎 是 讓那些聽眾有少少明白 究竟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Pleomorphism是有一個生物學家的名字 叫Antoni Beecham 是法國人 那他呢 就是跟那個Louis Pasteur 即是我們現在經常講的那些細菌學 細菌學之父呢 就是Louis Pasteur 其實他們兩個生物學家 都是差不多同時期的 那麼 Louis Pasteur提倡那個細菌學 就是說所有疾病都是由某一種細菌引起 是 如果是腸胃炎有腸胃炎引起 腸胃炎有肺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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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 就是每一種病都有它的細菌 你要治好你的病 就要把你的入侵你的身體細菌殺死了 你的病就好了 這個呢 大致上就是細菌學 最主要的理论 今时今日整个全世界的医药行业 都是基础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打针吃药 作用是消灭菌 侵入了我们身体的菌 消灭了我们就会好 Pleomorphism本身英文的意思 Pleo就是多种 Morphism就是形状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有一种超小的微生物 它的形状会不断改变 它可以由一种无害的形状 变为一种有害的形状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会改变呢 就是如果那个微生物住的环境 有所改变 那么这个超微生物 就自然就会改变 从无害变有害 或者也可以从有害变无害 那么这个超微生物生活中 里面那个环境 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 所以如果人的身体 内部的情况是改变了 一个无害的微生物 就可以变成为一个有害的微生物 使得我们病 那么这个就是Pleomorphism 或者我叫做变形 理论变形学 那个最基本的意思 是完全符合中医的说法 中医就是当身体失去平衡 那个身体就会生病 Pleomorphism一样是这么说 就是当身体失去平衡的时候 这些无害的微生物 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有害的微生物 使得我们会病的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呢 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差不多全香港的人 他们那个学识 那个知识 全部都是由学校 社会 电视 报纸 那里教给他听的 但是这些人 所有说的全部都是所谓细菌行 就是 哦 流感期间你就要打流感疫苗 你如果认为某种病毒是引起的 是 它是由细菌引起的 病毒引起的 是 某种病毒引起的 这个理论就是这样 现代的西医 整个理论基础和治病的手法 都基于细菌治病的学说 对不对 对了 没错了 但是它就完全忽略了那个 theomorphism讲的那个环境的因素 所以就在我的看法 就是我研究了好几年了 我就发觉西医的效率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西医或者西药打的那些针是没有效的 那我呢 就 很多年前呢 我就已经听过这种东西 那我就自己来做实验 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就是我得到很多很多很好的结果 就是根本是不需要打针 不需要吃药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很容易将自己的健康 由病变为不病 是 那 那 其实再简单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在现时的医疗呢 可以这么说 是有 有两大主流 两大派 那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现代的西方医疗 我们叫做对抗性医疗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一个历史悠久的 传统的医疗呢 是我叫做自然医疗的 那 其实两者之间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 现时的西医呢 他们呢 就是 他们的医疗的基础呢 就是用那个细菌治病 作为医疗基础的 而自然医疗呢 那个医疗的治病的基础呢 是叫做细胞治病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中文经常听说 麦先父而后重生 那中文经常是这样提的 那就是说呢 我们的身体那个病那个因呢 是不是因为有些细菌而令到我们的病 因为细菌存在而令到我们的病 主要原因呢 当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环境 开始腐化 变坏 酸碱到来到开始变酸呢 在这种这样的环境呢 它就会偶一些所谓微生物出现了 那其实这个微生物 一向都存在我们的身体的 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 环境干净 它在细胞的健康状态之下呢 这些这样的微生物呢 是参与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 心理系统的运作的 但这个同样的微生物 如果我们的身体那个内在环境 细胞环境是腐烂啊 变差啊 养分变低啊 酸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这些这样的同样的微生物呢 它叫做Microcymer 那这位科学家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名字 叫Microcymer 那这样就会变成一种其他的微生物的 那好了 那在我们的现时的西医的角度来看呢 你看一下 如果有病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种微生物出现了 那他们就认为呢 这些微生物呢 是导致一个病人是出这种病的 比如一个人有霍亂 那霍亂的菌就会出现了 好了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呢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垃圾堆里面 有老鼠啊 有蟑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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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在那里的 那我们会不会说呢 这个垃圾为什么出现呢 是因为这些乌鹰啊 这些老鼠啊 这些蟑螂啊 这些蟑螂呢 是导致这个垃圾 这些物质变成垃圾 那大家一听都知道 可能不是啦 是不是 因为你有些垃圾 因为这些地方 骚髒 骚髒 不清洁 那这些说明就是 偶虫咯 养老鼠咯 养蟑螂咯 那这个就是两者下自然医疗 和我们所认识的西医的对抗性医疗 是两者是不同的地方来的 那就是说呢 人之所以病呢 不是因为细菌 入侵 而导致我们病倒 那这个就是 Pasteur 路易斯巴士德 那个学书 那另外一个学书呢 就是 Antoine Boucher 是当时他同期的 一位法国的生物学家 法学家 自然学家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 当时很出名的一位教授 那他说呢 根本呢 这个 就是真正的病因 是我们的身体 那个变化 那个环境变化 而我们的 那些微生物呢 是视乎我们的 不同的环境 可以变成不同的东西的 那他也当时呢 已经有很多科学家 做过一个实验的 如果我们将一个 譬如有 有肺炎的 环境的细胞 是拿了出去培植 在一些 农仓 或者受了伤的 皮肤组织那方面呢 你会发现 这些这样的菌 会变了做 跟 我们可以叫 Staphylococcus 这一类的 葡萄菌 那样 那就是说呢 本来呢 可能是Numococcus 是一个 肺炎 有关的 相应的 细菌 但是如果你 放在一些 腐烂的 肌肉组织里面 它会变成 另一种的菌 那如果你把 这些 微生物 放在一个 健康的细胞 的培植体里面 它会变回 完全是 自动会消失的 那就是说 这个实验 这个证实给我们看 其实我们的 身体那些菌 只出现 或者变形 主要是 我们的身体 在一个细胞环境 变形 而导致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 顺逢細菌痣病 学说呢 那我们医病的时候 我们会想尽办法 来 杀掉那些菌 或者 将那些病毒 杀掉它 或者是 因为 他认为 这类的微生物 是导致 主体 或者 病人 出现病 如果这个是 起因的时候 当然 用最简单的手法 就是 杀掉它 杀掉那些菌 但问题 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地球上 很多很多病 是不断地 不同的抗生素 不同的大效药 出现了之后 其实我们处理这些 所谓 全然性的病 其实可以说 是跟我们以前 未有抗生素 出现之前 我们的成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其实越来越多 这些这样的 疾病 全然性的疾病 我一般认为 跟微生物有关的疾病 其实我们的处理的能力 可以这样说 是回复到 我们当时 未有抗生素 这个工具之前 所以我要问一下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很明显 这个问题是 我们认为 疾病是因为 细菌导致 是很大问题的 而可能 更正确的想法 应该是细胞导致 就是说 物先父而后重生 于是乎 如果我们相信 物先父而后重生 我们在处理疾病的方面 会如何 会将我们身体的 细胞环境 改变它 将我们身体的 污染的环境 是将它淨化它 弄干净它 氧化它 将酸菌度 调校到一个 正常健康的酸菌度 如果我用这种手法 你会发现 我们的致病的能力 是远远超越 一味 杀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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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了 刚才好像有些东西 想我们补充一下 一讲到这个 这个topic 要补充一下 細菌之父 巴士德 他一生见得多細菌 他是自己 套着头 套着手 套着脚 套着脚 来生活 因为他以为 直到他死那一刻之前 他才认输 以我所知 他同意 细胞致病学说 那位科学家说 他差不多临终那时 跟着脱了 脱了手套 脱了头套 脱了所有的保护 装束 他都放开来生活 他自己都承认 是吧 这是一个传说 是真一假 无论他是真一假 这个不要紧 最紧的是 但是今时今日的西方医学的方法 是的的确确是 很多时候是医不好人的 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包括癌症 这些这样的例子 是非常非常之多 在我的reference section 那里 我是第一 你写了几个 这个是一个documentary 引证了很多很多例子 就是 今天西方的 用小 用小 用小菌痣病核酸 这个态度 去处理疾病 的问题 他完全是医不好这些病的 是 反而之 你如果用了 的方法去 就是 我设计了有几个 Dr.Thomas Lodi Dr.Robert Young 这两个人 是说的 是非常之准确 因为 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能力 可以治愈到 很多很多 生不同的病的人 我就想指出 就其 Dr.Robert Young 那些资料 我认为非常非常之准确 那我就差不多 大半年前 我看到他的资料 那当时我都不是完全相信 但是呢 我就愿意自己去用自己的身体 去尝试去了解他说的东西 那我可以很肯定 说呢 就是我用他的方法 真的的确实可以解决了很多很多 是的 那Dr.Robert Young 其实他所说的那套 是说我们的身体 那个孙简的问题 是吗 是 没错 他就是说 人的身体 就是 他的解释就是 Alkaline by nature and acidified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人的身体应该是处于简性的 但是我们那个 处理那些食物的时候 产生能量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酸液的 那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尤其今时今日的人 那个diet 就是我们吃的和喝的东西 是很酸的 highly acidic 那有些什么是酸呢 比如喝汽水啊 喝牛奶啊 吃鸡蛋啊 吃肉啊 喝酒啊 吃烟啊 所有这些呢 都是属于酸性的 那简性呢 就是蔬菜 水果 瓜类的东西呢 就是简性的 是 因为我们今时今日 的人 那个diet 吃很多酸性食物 所以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呢 会有这么多问题 包括 是 肥胖 包括 糖尿病 包括 癌症 包括心脏病 一大堆的东西 那么呢 我就建议呢 我在那个reference那里呢 最 第六项呢 就有个叫做 Robert Young's Blog 那我为什么放了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最近呢 就放了一篇文章出来 他里面说些东西呢 你可以说呢 是 吓死人的 我大概说一说给你们听 他第一 他说是今天的西方医学的谎言 他第一 他说 Flu vaccine 就是那些禽流感预防针 那些禽流感预防针 那些禽流感预防针 根本不可能是保护到我们 不会生流感 他会解释给你们听 为什么 第二 他说 他说了很多这些东西 他说 第三项呢 他说 我 不是靠慰孙的 所以呢 你看得到呢 他说一些东西 和我们今时今日所理解的东西 真的完全不同 那 就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我们为什么今时今日碰到很多问题呢 解决不了 原因就是这样 那个 那个 那些胃酸 那样东西呢 我也做过一个小实验 因为 现在呢 很多生物学家就说 是 胃酸是用来消化食物的 那 我试过呢 就有时 那时候呢 就喝一杯那些梳打水 baking soda 加水 那 就中和了很多胃酸的 那正常来说呢 当你中和了那些胃酸 我就应该没有那么肚饿的 是不是 但是很奇怪 我越喝得多梳打水 那人就越肚饿 就是换句话说呢 我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实验 知道那个Robert Young 讲的东西是真的 就是其实呢 那个胃呢 不是用胃酸来消化东西 而是呢 那个胃的功能呢 是将那些食物 将它变简 简化了之后 呢 由这样去吸收那些营养的 所以呢 就是 你用这些很简单的实验呢 我就可以引证到 那个Robert Young 讲的东西呢 是非常准确的 是 其实呢 我们过去 我也有 在 就是说 这些 其实在 就是在医学史上呢 很多很多科学家呢 都是做过不同的实验呢 是证实呢 其实呢 细菌呢 是不是致病的 那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美军在欧洲的时候呢 是频频患了一些药质病的 那他好了 把这些药质那些 就算實現的人吃這些菌是完全沒有事的。 另外在德國有一個漢堡大學曾經有一個教授, 他也將整個使館裡足以可以令到一對軍人感染霍亂菌的液體, 當場是一口氣喝光的,他完全不會因此而幻想了霍亂。 另外有一位科學家Rodaman教授也將天花病菌塗在自己的皮膚上, 完全沒有因此而幻想了這些天花。 其實這個題目也很廣泛,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我們會繼續討論,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些意見, 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節目二線電話是21341134, ICQ是439457249, ICQ號碼是439457249。 好,休息變黑,我們會跟著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已經有很多的客人買了回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那我們就很快回來我們繼續今晚的講題, 關於那個變形理論和細菌理論。 其實這個可以這樣說, 細菌理論是現時的西醫治療的基礎, 而那個變形理論是我們自然醫療界, 但是這麼多言來都是採用這樣的態度, 來我們看這個疾病的。 那在我們James就給了幾個參考的資料, 其中他就講及那個Professor Thomas Lode, 有三個片段在那裡。 那James可不可以先講講, 其實Professor Thomas Lode, 其實在這個片段裏面他講什麼呢? 他呢是一個seminar來的, 那麼他就大致上就介紹了這個, 並且他就叫人呢, 他說根本人呢, 那個身體是不應該吃肉的, 那麼他講得很好, very interesting, 還有很make logical sense的, 我看過我都很服, 那麼我想呢, 就如果個個人跟著他那個做法, 他的身體應該會 improve得很快, 他的健康。 他認為完全不吃肉呢? 即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他簡直是建議完全不好吃。 哦,即是全素食? 是的, 雞蛋啊, 雞蛋啊, 牛奶都不喝? 都不喝都不吃, 沒錯了。 那麼他說很多人問他, 那麼蛋白質怎麼辦呢? 他說, 麻煩你問一下那些大份醬, 牛, 西牛, 他說他們一些蛋白質都沒有吃過, 為什麼他這麼大隻呢? 只吃草。 所以他說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吃有蛋白質的東西。 其實這個, 這個Robert Young, Dr. Robert Young, 他都說, 其實蛋白質對人是沒有好處的, 只是有害處是沒有好處, 並且呢, 人體可以從植物那裏自己會做蛋白質出來的, 你不需要吃蛋白質, 但是身體也不會缺蛋白質, 如果你是吃新鮮的蔬菜水果的話。 其實呢, 大家要了解, 其實食物裏面, 什麼食物都有些蛋白質的, 就算飯也好, 飯也有5%是蛋白質的, 那就是不要常常以為, 蛋白質一定要用肉才有, 或者以為吃雞蛋才有, 那當然呢, 雞蛋是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那我們的身體的蛋白質呢, 其實呢, 是不斷循環再用的, 真真正正消耗了, 可能在我們的細胞的排泄, 又皮膚裏面, 出汗, 那就是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真真正正的流失, 是不是很多的, 那要了解, 食物和我們健康, 還有素食對健康的關係呢, 其實最大型就是China Study, 那前一陣子, 在香港的其中一個電視台, 一個節目, 我不記得哪一個節目, 其實他都quote那個, 那位Doctor Collins那個, 在一個Canel大學, 在中國呢, 做了成很長的時間, 一個研究, 差不多是歷史上, 最大型的食物, 和我們健康的關係的, 那請算這個研究, 是周恩來, 當時他自己患了癌症, 那他也想了解一下, 到底癌症的成因哪裏, 那可以說是他當時提出, 要做這個研究的, 于Cornell大学的 Dr. Collins 是一个主要研究的插卫人 大家想了解 我们的减少育累 对我们的健康的益处是很大的 还有《Healing Cancer from Inside Out》 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 可不可以简单说一说 这一个文西部 是有一个人拍的 他访问了很多医生 或者是做生物学研究 他访问了很多病人 或者是已经康复的病人 很多这些康复的病人 就是他生了癌症之后 他们的医生就告诉他 没得救了 他们这些人为了想自己救回自己 就去找其他的方法 大部分都是采取了食素 并且是吃生的蔬菜 并且还没煮熟过 吃了很大量的生的新鲜蔬菜 很多人就是因为 他将他吃的食物改变之后 他的癌症自动就消失了 他这个documentary大致上就是说 我们的癌症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的健康 包括生癌症 包括糖尿病 一大堆的东西 最主要他的documentary就是说癌症 那个要点就是 我们是不需要 不需要吃药的 不需要动手术的 不需要kymotherapy的 你只需要 把你的diet改了 那其实呢 我们在直至 医疗那个 癌症那方面呢 那大家很多人都听过 新鸡饮食 那 那个其实那个背后的 那个原因呢 就是说那个环境 身体的癌症细胞环境 出现的 其中一个成因呢 就是那个酸碱的 那个问题的 当我们的身体呢 是变得太过酸性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能够 滋身 那个身体易变的 那大家知道 蔬菜呢 是简化我们的身体的方面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为何癌症会出现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酵素 我们酵素 那个 那个 越少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就没有办法 是将这些 癌的 坏的 癌的 细胞 是将它 是消化了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生食的东西呢 它本身有很多酵素的 那也都 这个是一个其中的原因呢 为何呢 是 大量食蔬菜呢 是会对付 癌症 是一个很主要的工具 在我们处理癌症的病人里面呢 其中我们那个 饮食的方面呢 是 绝对呢 是要 戒食欲 啊 绝对要戒食糖 绝对要戒一些 就是太多的 啊 附加 添加剂 和呢 是太过精炼的那些食物来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 癌症的病人呢 起码初期呢 是不是这样 不肯这样做呢 其实他方学 就是 看火的机会呢 就会大量减低的 那而有些人呢 就直接 其实其实什么都不用的 只是用这个饮食的方法呢 他们都可以 将那个癌症呢 是克服过来的 那这个 将来呢 我容许 我会 大家会 一路一路的探讨呢 其实我们地球上 起码有350种 有效的 有效的 自然医疗的 有效的工具呢 是可以处理癌症的 好了 阿金好战这方面 有些什么看法 听了Doctor 你说 听了 James 说 很多科学数据的哦 证明很棒的哦 但是 但是 为什么 硬是 社会硬是 硬是 会走错方向的呢 问题 我想 这个呢 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 很大的 conspiracy 可能是 profit motivated 就是为了利润 今时今日呢 这个 医药这个行业呢 是非常之庞大 他们赚的钱亦非常之多 那么 如果你说 喂 生癌症 不需要动手术哦 不需要 披露 therapy哦 那就很容易就好 怎样好啊 哦 吃 改变 吃那些东西咯 吃生的菜就可以了 那么 那些医院 那些医生 会少很多收入 这个是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出来 为什么 这些这么有用的知识 没有办法传出去呢 是啦 350种 原来 简单有效 又便宜又正的 不伤身体的方法呢 是完全那么少人知道呢 还有 就是 整天说 医疗的支出就来破产 整天就是这样 是 没错啦 破产 破产 是 令很多国家也在破产 是啊 这个政府呢 其实就 就是有些事情 我就想不通的 为什么他们 不会知道 你如果 你医疗的方法 没有一个突破呢 你怎样改革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旧式这个西方医学的方法呢 它的费用一定要这么高的 那些 那些公司一定要赚这些钱的 你 你 改革去呢 唯一的做法呢 就是将那个 cost 那个费用 你推我我推你 是 不是政府给呢 就是那些穷人给 或者是那些 中产的人给 是 所以呢 其实它这些改革 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唯一真正的改革呢 就是将这些 一直是被压制了的知识 传出来 等那些人开始了解 哦 原来我这个病 根本是不需要看医生 我自己可以医好自己的 是 有时间呢 我还和各位说一些 简单的 你们可以将自己的 简单病可以搞得到的方法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和各位分享 我不是医生 我不可以教你 即是我不可以医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怎样医好自己的 最简单的 双方感冒 双方感冒很简单 首先呢 我说感冒 你自己的经验是不是 其实呢 中国人呢 一早就知道这个方法 我妈妈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医我的 你如果感冒发烧呢 你就去冲个凉 但是不要冲热水凉 冲最好就是温水凉 然后喝一杯热的姜水 不要加糖 就这样用姜 喝了之后呢 就用三层棉胎 将你包住 最好身体用肝毛巾包住 让你焗汗 焗了汗出来之后呢 就立刻将那些湿毛巾换成肝的 当你焗完一晚的汗之后 你突然起床 那烧就自然就会退了 你就会好精神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亦在中国这个那么长远的文化里面呢 是很普遍的知识 James Doctor 和李永康 你知不知道 香港 昨天和今天 有一个很大的论坛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是一个 前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他叫做Bill Clinton的世界行动基金 在香港 开一年两天的世界论坛 在香港 湾仔 好像是海穴酒店 是 他这个基金是 是 试图 去大家 集思港益 去解决 地球的问题 其实挺像我们 的 想做的事 喂 不过我们应该 是不是 叫他们来这里 开会好些 大家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尽量 希望大家 将这个 你认为是 认同的资料 给多些其他朋友 听 我们的网上 电台的好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听到 而且最好就是 我们的资料 不是听完之后 就不见了 这个资料库 一直都在 其实我们大部分 我们的听众 都是 试图 但那边 就全部 请了世界的 Leadership 来香港 看他们的结论 是如何 看他们 看不看这个问题的根源 都是 隔钱 都是 不能解决 就是隔钱 他说 昨天说金黄海少 和全球环境的问题 暖化的问题 是的 能源问题 但是都是 讲表面的 表面 他们这些人 他们提出的那些方法 全部都是 现时已经知道的方法 也是全部都是 没用的 是的 没用的 我最记得 因为有线直播的 他说了一个point 当时是李光耀和Bill Crickton 去对话 他说 说来说来说 说到最后 能源问题 能源没有办法解决 能源始终一天会用尽 他说没有办法 就算是用我们目前所认识的那些 即是用太阳能 用海洋潮水的动力 风力化电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足够的科技 是可以做得到的 原来这个资料 在网上 我们以前也有提过 就说 如果我们地球 在一天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正午的时间 一个小时 地球所接收的能源 如果我们能够 吸收得到 可以足够地球里面的 一言的使用 其实我们经常被人听到 这个能源问题 能源问题 其实他根本是 第一 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 或者他们根本知道 也不想说真相 给大家知道 好了 那 我们刚才说回那里 就是那个 又说到癌症 始终 美国尼克逊 好像1973年 就向癌症宣战 可以到今时今日 都差不多成几十年之后 用了数以百亿的人力 物力资源里面 我们的癌症存活率 其实可以感觉 是完全没有任何进展 相对 可能有少少更差了些 大家说不是 不是 近来就说不是 不是 我们比以前更好 再加多些钱 是钱不够而已 那 有一位加州 Berkeley 有一位教授 他是一个生物化学的 Biophysicist 他名字是 Harding Jo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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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每年都被邀请 在美国癌症学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是他主要的讲者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 Bio statistician 他会专门分析数据 他有一次大会里面 他就公开说出真相 他说 根据他们的资料可以显示 如果一个患养癌症的病人 而他是选择不用现时西医化疗 开刀 电疗 电疗的方法 医治癌症 他的活存率 会高到四倍于采用西医医疗的方法 他什么都不搞 他什么都不搞 不要说用自然医疗会怎样 我们不说这件事 我只是说 如果你什么都不搞的话 那个病人 癌症病人 他活的时间 会多于四倍那么高 换句话来说 如果他是用西医那种方法 开刀 化疗 电疗 他可以这样说 会死得快些 死快四倍 更痛苦些 他说 他怎么解释我们外面 那些官方的数据 说癌症病的存活率 是有显著的 有确实是改善了 他说他解释给你听 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回来的 他说根本上在现时的癌症数据 他自己是专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研究这方面的人 他说根本现时的癌症数据 根本是有被人搞过 他怎么搞呢 他说如果一个癌症病人 在治疗的期间 他未完成他认为他要做的治疗 之期内他死了 这个癌症病人就不算数 那就是说我要医癌症病人 我们要医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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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要医癌症病人 那在医癌症病人 但在医癌症病人未完成之下 他已经死了 他就当这个病人不算数 他不会当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因为他认为他 因为他认为他都未接受医癌症病人 死了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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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说到延长寿命率 他从来没有说到失败率 那如果你死得早的人 你不算下去的时候 那当然数据上就好像比以前好 那还有一个原因 他解释了 他说今时今日 譬如一个癌症病人 当他被发现有癌症 到他死亡 那他可能是 一般来说 是捱到七年 那但是 因为现在 所谓的 常常推动 一些人早点去做检查 那所谓的 及早发现 那譬如 那譬如以前的人 由他真的有癌细胞在身体 到他死在癌 是七年左右 如果他是不幸 他是第五年才开始发现 那很明显 那大陆第七年 他已经死了 那就是 他全活多 五年 那个比数就少了 那今时今日 如果我们是早点发现的时候 那他可能第一年已经发现了 那他是不是捱多五年的机会 就长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存活率 其实基本上是说 五年为那个时间 就是他不会看你一世的 就算你五年之后 第七年死了 他也当你是已经好了 那意思 例如量化来说 以前 要出到一万个癌细胞 我才能查到的 现在就十个 那就早了 只有十个 那时就能查到 就是早了很多年 那你无人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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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结果你也死了 是啊 结果也是死了 那只不过你早发现 你呢 那继续时间早就算了 那你五年之后 还在那里的机会大一点 但是你最后的那个 那个生存率呢 其实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分别的 你一样也是死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经常 看到官方的数据呢 是经常说 其实我们比以前的了 我们治疗的能力 比以前改善了 其实完全是 不是真相 我刚才说的 那个documentary 就有讲到这些东西 有讲到这些东西 就解释 为什么这些数据 全部都是骗人的 没错 所以其实呢 我们也不需要看这些数据 我们只看一下周围 我们的亲戚朋友 有多少人是生癌症 也有多少人死了 那你已经心里有数了 也不需要看这些官方的数据 因为全部你都不知道那些什么的 是 是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个细菌致病 和细胞致病学说 其实细菌致病学说 这个问题呢 在1872年呢 有一位德国的微生学家 是Robert Kwok的 其实他已经反证了 巴斯特的细菌理论 已经是有问题的了 那他已经是证实了 他是错的 那他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证实细菌 和疾病之间的 因果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符合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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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符合 那几个条件的 第一条件就是呢 如果细菌 是导致某种病呢 那变了 在每一个 在这种疾病的 个案里面 一定要发现这种细菌的 但是实际上 发现不是的 很多人有些相似的病 但是看不到这个细菌的 不单止是 大部分的全院病 你都会看到这种例子的 第二 在这种 没有这种疾病的 的情况之下呢 你是会看不到 这种细菌的 而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一个 健康的人里面 譬如 我们试过做个研究 是将健康人的 喉咙里面 做一些 培植的细菌 那其实 喉咙没有发现的 但是 你会看到 是那些 structococcus 这类的 所谓的 导致喉咙发现的那些菌 是很存在的 但是那些人 其实是没有这个疾病的 所以第二个pository 都已经符合不了 第三 如果这个细菌 是真的 能够致病的时候 的话 那这种 这种 这样的细菌 是一定 能够生存在 细菌组织以外的 即是说 我们的 细胞组织以外 我们很多时候 是 当这个疾病 的环境 未出现之下 我们看不到 这些细菌的存在 那还有 如果这个 真的是 个致病的因素 当这个 这个细菌 进入 宿主的 身体的时候 就是将这个细菌 暴露在宿主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 产生这种 疾病 我曾经也看到 在过去 有些科学家 直接整杯 霍卵菌的 溶液 全部 喝光 或者有个 另外的科学家 将那些 所谓的 天花病毒 塗在身体 皮肤上 完全 看不到 这个问题的出现 就是说 细菌 致病 学说 老早 被 德国 微生物学家 老早 推翻了 而这位 微生物学家 因为推翻了 细菌 致病 而因此 而成名 这是一个 我们物理学 很基本的事实 Alex 我有两个事 我想补充 因为我们够时间 是 第一 我想告诉各位听众 听众 Promorphism PH 就是酸碱 和中医 的关系 我简单说一说 中医说的 热气 就是酸 量 就是碱 你们各位 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中国人 很多时候 懂中医的东西 但经常听到 热气 上火 不明白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意思就是酸 这是我自己发现出来的 量 就是简性的 另外一件事 我想建议 所有的人 去那个 Dr.Robert O. Young 那个website 然后subscribe 他那个newsletter 是免费的 你subscribe了 你会收到 很多他发出的newsletter 里面有非常 宝贵的资料 你们一定要 慢慢去研究 一定要 你们要记住 这样做 好了我就是补充 这两点而已 好了 那刚才 金铭言都说了 其实背后的医疗政治 其实是导致我们 现时的医疗问题 遲遲解决不了的主要原因 其实很多人都在分析 其实Dr. Anton Becham 和Robert Kort 其实老早已经是 推翻了这个 细菌智病学说 但为什么 路易士巴士德 这个细菌智病学说 到今时今日都仍然 仍然是被人去采用 其实原因很简单 对病人来说 如果我们认为 是细菌导致你病 那就是说 不关你事 你病了 你倒霉 你倒霉 这个饮食习惯 你的生活习惯 导致你病 所以你就要好好 调理回身体 那便有很多功夫 要做 要改变身体的习惯 所以这个对病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 推舍方法 第三 如果我们认同 这个细菌智病学说 那当然 我们会制造大量的药物 来将你杀菌 杀病毒 杀毛菌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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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这个原因 那我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晚呢 都暂时同大家要 拜拜啦 下个星期再继续